现在的娱乐圈可以用乌烟瘴气来形容,天价片酬,炒作,小鲜肉等各种词汇包囊在其中,要说娱乐圈真正没有绯闻的明星那是少之又少的,但总有那么一些清流存在的,他被称为见效狂魔,而这个世上能黑他的也只有太阳了,他就是古天乐,古天乐自从2004年以来就一直都从事慈善事业, 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,在这十几年里,他已经建成一百多所学校了,而这些世纪从来都不是出自他的口,他一直都是属于默默付出的那个人,他的作品被定义为烂片,但却没有一个人来讽刺他,因为他一直都是用接烂片的片酬来建学校,最近抖音上出现了一条古天乐的第82学校的视频, 播放量超过百万,而且评论竟然上万条,但你会发现评论中,竟然没有一个差评,而这都是可以想象的,更有网友想象将他的第一所学校拍到一百多所学校,该是多么壮观啊,有网友到,已经找不到词来再美了,简单点就是,哥,了不起。 评论竟然上万条线的机会